这一周我们注意了 受20号轻度台风尼沙的影响 阳明山摊坊土子流 海上风力较大请看气象 91万很有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发展成亚热带气旋 目前被归类为亚热带低气压 具有热带和中纬度气旋特 轻度台风尼沙 NESAT 在台湾南方并预计潮汐通过巴士海来 一花 北北极出现豪大雨 清明两天豪大雨将持续 尤其东北部有持续显著降雨 今天至下周一上半天 是台风离台最近时段 东北部显著降雨持续 西半部虽雨势较小 可能会有9到12级强阵风 16日午时的中心位置在北纬19.3度 东京121.8度 即在俄兰比的南南东方约310公里之处 以每小时17公里速度向西进行 中心气压985百帕 进中心最大风速每秒25公尺 约每小时90公里 相当预示疾风 瞬间最大阵风每秒33公尺 约每小时119公里 相当于12级风 7级风暴风半径150公里 10级风暴风半径公里 预测17日午时的中心位置 在北纬19.4度 东京118.0度 即在俄兰比的西南方 约410公里之处 根据中央气象局统计资料 擎天港测站24小时 累计雨量突破600毫米 以达到超大豪雨等级 阳明山深夜一点多爆发土石流 阳津公路中心路口无法通行 目前阳明山山区部分道路和步道 陆续传出摊坊及土石流情形 民众暂时不要上山 目前逆扫台风的目标是海南 台湾也深受影响 尤其在东半部都在下雨 家人们下着雨不要出门 尽量待在家里注意安全防范 请用快乐又幸运的小手 帮按下订阅的按钮 这一周我们平静的小日子 Goodbye by bwd6